2020年11月24日 圣城安永乐及同伴纪念弥撒读经分享 耶稣说 你们几时听见战争及叛乱 不要惊慌 因为这些事必须先要发生 但还不及刻视结局 分享 耶稣论到末世 他提醒门徒切勿受人误导 以为世界就因灾难临到而终结 他劝人不要慌乱 因为此刻正是基督徒发挥出基督般牺牲的爱和大方的与人分享所有 实践征服精神的生活 见证天主才是永恒这个真理 我们不用留恋事物 因为他们中要消逝 活在永恒的天主的爱内才是重要 若望默示录提到基督最终会再来审判世界 基督徒该如圣勇九十六篇所形容的一样 因着善度圣洁生活 欢喜地迎接上主驾临审判大地 天父 你以千万训道者的鲜血灌溉了越南的土地 使信德的种子茁壮成长 求你俯听圣城安永乐和全体训道圣人的带导 使我们追随他们的方宗 勇敢地向世人传扬你的慈爱 因主耶稣基督之名 阿们 罗碧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